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运用公益彩券的盈余基金 11月27号在南京路举办平等参与 共创多元价值 台东县110年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公益园游会 希望社会大众透过活动的参与 能够更加的了解 以及尊重身心障碍者的个别差异 并给予他们更多关怀与支持 让社会更友善美好 来喔谢谢各位喔 进来喔双双比稿喔 歌摊位今日有义卖二手物资 手作商品 食品饮料等等 物美价廉 挑动现场民众的购买欲望 活动一开始 由知名声障街头艺人 Power Angel 能亮天使 用最真诚的声音 和大家分享希望的力量 希望可以唤起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弱势团体 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身障朋友 我们台中宣议会在议会 有全力来支持我们这项的所有的预算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我们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身障朋友 让我们的社会处处有温情 处处有爱心 一个文明的城市 一个发展的城市 对于弱势的团体或族群 势必一定会给他更多的协助和支持 尤其是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或群主 台东县政府一定会 继续的来给予更多的 不管在经费或心力上 一定会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让他们可以在社会上 在我们台中的社会上 不管在就业或各方面都可以 更自在 更开心 更快乐 与会贵宾一同揭开活动主题 平等参与共创多元价值的卷择 呼吁唤起社会大众 尊重多元差异 台上台下 一同用手语比出 我爱台东 希望大众能够一起推广 平等参与多元共融的意涵 会中也表扬 110年度身心障碍者服务 实地评鉴基优的单位 分别为 身心障碍者社区居住服务实地评鉴 荣获甲等有四家 委托办理台东县府 聚集生活重建中心服务品质 实地评鉴优等一家 布建身心障碍者社区市 日间照顾服务评鉴计划荣获甲等五间 身心障碍者社区乐活补给站 服务评鉴计划五站 像透过这样的一个颁奖的活动 来肯定我们社服团体所做的努力 在台东的每一个角落 有大家的这个服务 才能够照顾我们这些身障的朋友 最受到大家瞩目的焦点就是 身障团体的才艺表演 依序上台演出的团体有 台东县力观山国民中学 台东县兵茂国民中学 台东县力大王国民中学 社团法人台东县脊髓损伤者协会 社团法人台湾自闭儿家庭关怀协会 台东县力新生国民中学 财团法人天主教会花莲教区 副社旧新教养院 国立台东大学附属特殊教育学校 财团法人台东县自闭证协境会 财团法人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 台东县健康照护协会 财团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 社会福利基金会 社团法人台东县身心障碍者保护协会 国军退厨艺官兵辅导委员会 马兰荣誉国民之家 委托新兴医疗社团法人 办理圣修养护中心 台北荣民总议院台东分院身心科 台东县身心障碍协会 台东县智障者家长协会 台东县盲人福利协境会 台东县子宣草关怀协会 台东县失智者关怀协会 台东县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 台东县肢体障碍协会 每一个团体都能够在舞台上 尽情的享受表演的乐趣 欢乐的氛围 弥漫在会场的每个角落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